小胡,当时买车时看了特斯拉和大众ID4纯电动 果断放弃特斯拉,最后24万提了大众ID4 感觉大众新能源太棒了,幸亏当初没有选择特斯拉 其实呢,纯电动车型啊,跟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DMI比起来呢 就像比亚迪打比方啊 他就只管电啊,纯纯的电去跑一完事了 他不像插电式混合动,什么是用电,什么是用发动机 是吧,动力分配啊,一会怎么这个装配能更加节油 是吧,两套动力系统相对比亚又简单一些 所以说呢,相对比亚吧,这个技术呢,也很容易被掌握 但是说到特斯拉和大众的纯电动车型呢 我们对比一下看得更好啊 其实呢,大众那个ID4也包括他的ID6 他这个电磁电芯都是这个宁德时代,一切时代 他们两个合作啊,或者单独宁德时代提供的 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电芯电池 你像这个问界M5啊,还有这个理想1呢 用的电池啊,电芯都是宁德时代提供的 所以质量算呢,至少八年到20万公里左右啊 16万,156万公里左右 质量算呢,还是可以的,能用住啊 通过这几年的市场验证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这两台车啊 特斯拉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供应商提供的 然后他自己去整装啊,去组装 相对比有造车的这个技术成熟度呢 还是大众更好一些 毕竟人家大众造汽车是非常牛的嘛 是不是啊 那么两台车哪个质量更好一些呢 可以说,呃,大众那个是比较稳定的啊 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 而特斯拉那个,虽然是也很好 但是稳定度,成熟度稍稍差一些 接着出了这个毛病,明日遭回了,出了那个毛病啊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再说到这两台车的形式感受 这个特斯拉呢,主要是操控啊 非常棒 滚完了,操控上 加速上是非常厉害,非常牛的 呃,续航里程也可以 大众的续航里程也可以啊 那么五六百公里 新出的现在都达到六百公里的 老款,2021款达到五百五十公里 是吧,都可以 那么特斯拉呢,主要是操控 那次呢 做工用料呢,稍微差一些 品控也差一些 用料也稍微差一些啊 并且它这个车呢 底盘的隔音啊 包括用上的双重加速玻璃 隔音质感也不是那么特别好啊 而这个大众的ID4,ID6呢 这个车呢 底盘的扎实感,质感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这个配置用的 都要比它的汽油车要更好一些 可以这么说 包括底盘的一块防护处的都非常好啊 那么这两款车还是大众的一个 适合于家用啊 更加的用起来更加的舒服 得劲啊 驾驶感受 底盘的扎实感 程度感和歌音 都要好于这个特斯拉 而特斯拉更适合于就年轻人 单身人去驾驶啊 那么 买这个新能源车型呢 家里一定要尽量能安装这个充电桩啊 或者是自己有车库 或者有车位的安装充电桩 要不然满大街 你找充电桩 那可是招老心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这两款车啊 如果是你单身人啊 你选的特斯拉 可以啊 但如果是家用的话 最好还是选大众的ID4或者ID6 吃起来更加的安逸一些 包括它的一个用料 做工都要比这个特斯拉好很多啊 那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一样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